俄乌之间的战争 但是今天看的先不是俄乌之间 而是这后面的两大势力 大家都讲了 这两大势力 如果坐下来好好谈的话 也许俄乌战争 就会有停火的可能 分别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这两个人 总共是拜登还有习近平 两个人失去会议 讲了一个小时50分钟 在会谈当中 讲的是三个重点 分别是俄乌的情况 还有中美关系 以及敏感的台海关系 首先我们就俄乌的情况 两方的交流讲了些什么 拜登是讲了 说如果发现俄罗斯 持续在进攻乌克兰的城市 或是平民 但这个时候中国大陆 还有去在支援俄罗斯的话 那可能中国就要面临 严重的后果了 而习近平的讲法是 他觉得这场战争要停 还是必须要美方去出手 因为现在外界就讲 之所以战火还会在打的 没有办法停火 就是因为你美国 你美国好像在这一波战争当中 赚了不少钱 所以好像得力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任意的让这场战争去继续打 所以必须解铃还需要系铃人 也就是当事者 你必须要有所谓的政治的意向去谈判 其他的人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气氛 让这场谈判能够和解 所以一个巴掌是打不响的 所以解铃还失去铃人 这是两方对于俄乌战争情况 所做的一个坦诚的交流 至于在中美关系部分 拜登他重申了四步一无 哪四步呢 分别是他不寻求跟中国有新的冷战 他不改变中国的体制 以及美国是不支持台独的 同时也不会要求同盟国去反对中国 还有无是什么 他们无需要去跟中国来对抗 这是美国的四步一无 那么在习近平部分 他怎么看到中美关系 他认为还是各个层级 都必须要加强共通 互相的尊重避免对抗 原因是因为习近平 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他说现在美国 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讯息被释放出来 而这个错误的讯息 是来自于美国上一届的政府 也就是川普政府 就是对台湾的一些政策 有一些错误的讯息 但现在拜登政府 还是有人聚心在沿用 这样的错误讯息 所以他警告 如果这样的处理不好的话 延续在台海的问题了 习近平讲了 如果美方不处理好台湾的问题的话 就会有颠覆性的影响 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那拜登怎么看 拜登他也讲到了 他们还是会支持 所谓的一中原则 不会喊台湾独立 他们也不反对 片面去改变台海的现状 所以他也是要一方面警告 请中国大陆 你不可以随时用武力去犯台 虽然是喊一个中国原则 但是他们也是不支持 片面去改变台海的现状 好 那两大元首交谈完之后 紧接着底下的人继续谈 像是秦刚 这是中国大陆驻美的大使 他也马上去了国务院 去找了美国的副国务卿 薛曼继续也是谈了 一个小时50分钟 针对两大元首的内容 再进一步的去深谈 好 那么中美两方 在谈的过程当中 台海也出现了一点点的紧张气氛 也就是大陆的山东号的航母 通过了金门外海 这张照片清楚的被拍下来 同时还有两架的殲-11战机 以及一架直九的反潜潜机 也出现在我们的西南空域 但国防部说了 全城都有监控 同时用广播来进行驱散 那对于这一场的 拜登跟习近平的重要对话 我们做进一步的整理 中美元首18号举行视讯会晤 习近平与拜登 讲了一小时五十分 会后白宫记者会上 发言人莎琪透露 拜登明确向习近平表明 若中方物资支援俄罗斯 将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与后果 但针对拜登警告的下场与后果 白宫资深官员 仅表示无意公开 大陆环球网指出 两人这次通话 是美国向大陆发出邀请 就当前国际局势 习近平向拜登表明 国家关系不能走到 兵戎相向的一步 习近平指出 目前中美关系 还没有走出 美国上一届政府制造的困境 反而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特别是美国一些人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这是十分危险的 另一方面 习拜两人近两小时的对话中 除了聚焦乌克兰 另外还谈到中美关系 以及台海局势 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 如果没有处理好 将对两国造成颠覆性影响 有专家分析 习近平措辞十分有分量 而针对台海议题 拜登虽然表达对北京 在台海胁迫与挑衅行为的担忧 但同时拜登也重申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 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 并说不会支持台独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大陆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 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从这次视讯通话 可以看出华盛顿试图透过威胁与施压 让大陆接受美国处理俄乌危机的方式 但显然美国的目的没有达到 大陆学者分析 美国现在面临两个战略困境 一是想利用乌克兰削弱俄罗斯 但又担心过度刺激俄罗斯 二是想变本加厉打台湾牌 但使得美中关系对抗更加严重 记者张力报导 这一场的拜刑视讯会议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动机 必须要让大家所了解的呢 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李大中 他就分析 其实从拜登上台之后 他对台湾的看法就没有改变 而拜登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避免美中关系冲突 无论我们从白宫的新闻稿 还有所谓的新闻背景的一个释出 但里面并没有直接提到说 拜登有特别提到说不支持台独 不过这也是过去到现在 比较常见的做法 就是在元首的通话 或是元首的视讯之后 美中双方可能会各自有 各自的一个新闻版本 那这里面可能是各自 针对想要特别强调的地方 对外事发讯息 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这是美国的一贯政策 对台海的议题而言 那新闻的白宫新闻背景说明里面 也特别提到说 这个政策就是长期的一中政策 包括像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三大公报 还有台湾关系法 还有所谓的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那也特别重申 都是重申 因为这是过去到现在的一贯讲法 反对台海的这个情势 是被单方面的这个改变破坏现状 那应该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去解决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拜登想要呈现的是 他上台之后所谓的 他对于这个台海议题的一贯的看法 这一贯的看法其实从去年 2021年 这个1月20号他上台之后 基本上讲法他并没有改变 而且他特别重申 美国的政策没有变 目前的共识老实说 这是最重要的但也最基本 就是要避免美中关系 从竞争演变成冲突 那尤其是擦枪走火 包括在台海议题上面 意思是说要控管彼此的一个竞争 这是竞争其实是一个常态 但是不能让竞争演变成冲突 那拜登政府从去年到今年 也会常提到一个字眼 叫做防护栏的外交 其实这里面是有共同之处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 在台海议题里面基本上是各方 双方呈现各自想要表达的重点 但是表达重点里面 是有一些基本的一些 相通的地方的存在 所以美国会展现说 我持续支持台湾 但是我对台海议题的这个政策 大体上我是没有改变的 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拜登在这一次的视讯当中 他有特别强调要中国大陆 不准去援助俄罗斯 那是不是想要离间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 前立委郭正亮他的看法是 美国是动用大部分的主流媒体的话语权 想要把大陆打成是俄国的共犯 借此破坏跟欧盟关系 俄乌战争要打多久 他根本不在乎 他根本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 我利用俄乌战争的 好像看起来不容易结束 然后来说这一场 根本你们就是共犯 因为他坦白说 他在全球的媒体话语权 有很大的优势 媒体是主动式的 不断的主导所有的报道 对 而且方向 然后越来越多消息他可以去放 比如说你看... 俄罗斯就提前部署 买进了人民币 外汇存底15% 那北京为什么要给他 北京要同意 你为什么愿意让俄罗斯 把美元资产卖掉 然后转换成人民币 这个搞不好 真正的逻辑是经济逻辑 因为人民币也要国际化 所以如果有人愿意 外汇除备用人民币 中国当然很乐见 可是美国就会把他解释成 你们就是共谋 你们早就知道了 所以还先做准备 就因为你知道他要打 你还先做准备 所以你就事先帮他 给他15%的人民币 当作外汇储备 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外汇储备 那个时候北京就知道他要打 这个事要扯太远了 请问乌克兰从1991年独立 苏联瓦解 美国布了30年 终于挑起了这个战争 就他基本上我也不能说 美国一下就挑起 而是他不断的让乌克兰的 民族主义者跟俄罗斯越走越远 对 这里面的协助都是美国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 对不对 那乌克兰当然内部 一直都有民族主义者 一直都有独派 可是反俄派在30年前 并不是多数 你要知道 那如何一路走到这里 哲伦斯一得到73%的选票 这个是美国的大胜 我们如果从战略来讲 对 他逐渐让乌克兰 从1991年他只是要独立而已 他并没有说要脱离 斯拉夫文化圈 脱离跟俄罗斯的兄弟国关系 那怎么从那边一路走到这里 这个就是他的利害 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史上最硬的教招 第二波在南部展开 今天一大早就开始来报道了 那么当然现在大部分的 被教招的人员 都是上班族社会人士居多 所以虽然是教招是阴近的义务 但他们也不禁要想一想 这14天下来 我可能损失掉不少钱 像我们就访问到其中一个 他是卖鸡排饮料的老板 他说这14天算下来 他就少收入了10万块钱 领着简单行李大步走向报道处 南部第一场新智 教招就在台南展开 有人是家人 开车再来也有同梯接办同行 我前一个礼拜才笑他们说 可以教招 然后后一个礼拜就换罗贝 换我所有单子 也就当作以前当兵 回来算是熟悉一下环境 被称作是史上最硬 教招后备居人们 带着跟同梯相聚的心情 舒缓紧张 不过为期14天 有人生活工作都大受影响 公司就两三个 少一个就是差蛮多的 反正是开鸡排店 14天当然是电修 经营上压力多少会有 不管是房租人是水电 鸡排店老板曾经是志愿一军人 退伍后卖鸡排 老婆卖饮料 为了照顾小孩 两间店都电修14天 一天营业额七八千 半个月就少卖10万块 离家两个礼拜 家人心情也很忐忑 也有妈妈希望儿子 两个星期后瘦身有成 应该非难是因为受训内容 从炮兵专长复训 五公里七公里行军 实弹射击以及野外素银 每一天都很充实 从3月19到4月1号 预计有超过300位 后备军人要共同生活 一起提升国防战力 这是台南综合报道 教招成为最近最热的话题 但是有一名日午两年的 陆军特战兵 特别写进给总统 新的内容写下 我们连个人战斗装备 都没有 教招人员却都是用心的 今天在南部教招 炮兵营的营长 郭仲川受访时 他是说 我们只是负责受训 装备都是跟着官兵 没有救的问题 而对于退役中将张延廷教授 他则认为 媒体的焦点在哪里 政府就把资源放哪里 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而立委 李德韦则批评总统 应该要实实在在的做事 提高国军的士气 而不是本末导致 而现在外媒非常高度关注的 就是俄乌冲突的大陆立场 在大陆的外场的 外交部的记者会当中 待会我们带您详细来听一听 也就是因为俄乌战争 让国人开始 又在于对于疫情的方面 当兵要不要延期 以及最最实在的反应做法 就是教招变硬了 那么变硬之后 焦点是不是摆错了 我们一块了解 之前有特战兵就是写信给总统 就是认为说 他们现役的军种的装备都是旧的 那好像这次来的叫招的装备 很多都是理性的 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们是负责训练的单位 有关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复你 对 我们只是专责负责训练而已 也不能说旧的 因为一开始就发了 用久当然会久 这是很正常的 只是我们这个战斗各装 是追随个人的 我认为战斗各装 应该是发给 现在自愿意义的 常备部队为第一优先 后备的这些叫招的人员 应该是次优先 因为主战的部队 是目前在线上的 这些自愿意义的弟兄 他随时都要作战 都要执行战备任务 而叫招他只是训练 训练对作战各装 并没有那么急需 所以我认为在 先后次第 轻重缓击 应该以第一线的作战部队 常备部队为第一优先 不要因为媒体的报道 目前是史上最严格的叫招 就把所有的好的装备 都给了现在的叫招 而让线上的部队 缺乏这些装备 陆军的特战一兵上书总统 把国军内部的状况写出来 叫招的人员有非常好的装备 但是反而是自愿意的阿兵哥苦哈哈 这样子本末导致 真的让人非常的伤心 所以他的结论写得非常好 怎么样的三军统帅 就有怎么样的国军 我们希望蔡英文总统反攻自行 好好的做实事 不要只会打空抛弹 要真正把国军的士气 以及国军的问题解决 才是一个适格的三军统帅 要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 买这个就对了 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你烫青菜加一瓢这个 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瓢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好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